內地新增80宗新冠病毒本地個案 另外新增超過40宗由香港輸入的病例 內蒙古佔最多有46宗 江蘇有19宗 遼寧、廣東、雲南和浙江都有零星個案 另外多地亦出現由香港輸入的 確診和無症狀感染個案 廣東有22宗 上海有16宗 北京3宗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說 有數據顯示 孕婦打疫苗並不會影響胎兒 亦有很多數據支持的 如果你是懷孕的時候 染到這個新冠 它的早產的機率都會大大升高 所以無論是孕婦本身 或者自己的嬰兒本身 都構成了兩個很好的原因 要去打疫苗 當然兩種疫苗現在都是可以打的 無論是復必泰和科興都有數據支撐 當然亦有些額外的所謂好處 就是如果她打完之後 她生產到的免疫力 尤其是抗體 那媽媽都有機會有她的胎本 再去保護那個嬰兒 透過幾個月 這些都有初步的數據確實 廣東省公安近日拉了18人 涉嫌偷渡及防害傳染病防治罪 廣東省公安機關近日持續打擊偷渡活動 先後破獲7宗涉嫌偷渡案 拉了18個涉嫌組織 運送偷渡人員 涉及組織運送他人偷越邊境罪 及防害傳染病防治罪 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查 至於其他的非法預警行為 一併予以查處 近日內地發現多宗 由香港偷渡入境後確診的案件 多處地方都鼓勵民眾舉報 疫情影響梳菜經六勞公港 一批三噸梳菜上午經由水路運低香港 政府說稍後會有另外兩條水路 有業界說暫時水路運送的貨量不多 估計市民要繼續捱貴菜 而上水逃房爆液 估計本港今日部分區沒有新鮮豬肉供應 再有200箱合共三噸菜心的貨櫃 由廣東潘芋蓮花山港開出的貨船運送 清晨大約5時左右 抵達油麻地貨物汽舍區 新華社報道 廣東潘芋海關蓮花港監管科 開設公港蔬菜綠色通道快速檢放 實現蔬菜從雲底到裝船零等候 運輸及房屋局說 為了令這批菜心今天可以出售 碼頭提早開門 食安中心在現場設林事辦事處 即場取養 稍後再多兩條水路 從鹽田和大產灣兩個碼頭 運送蔬果公港 他說水路行程長 若蔬菜入生前沒有足夠冷卻 容易變黃甚至變壞 建議兩地政府加緊溝通 如何處理有跨境貨車司機染疫 拖慢陸路運輸的問題 而因應上水逃房 昨天有86個員工染疫 逃房要消毒 今日只能有限度服務 新鮮豬肉供應受到影響 包括九龍城街市部分的浴宕 都是昨天賣定的 昨天賣定的 有沒有說有加價還是照照 都沒有照照 都沒有加價 只有10多元 貴10多元 少了還不少 這麼貴 貴這麼多 賣錢就走了 有業界說 已經將純水逃房當中 大約1,000隻 改到荃灣逃房處理 但今日新鮮豬肉供應量 只有平日三分之一 所以給港大約全部層 就是幾百元 所以過三個市區 過 religions 巴攻 他們都很欲care 每天都低運 我也要照顧 入星釜子 它說 純水逃房近千多班 這次宽 د薦 uten studies 只是占少数 信信消毒过后可以恢复正常运作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报道 医贡局行政总裁高拔昇说 基本上已经将公立医院外 在露天轮后的求诊者送入室内 对于相关情况表示抱歉 他担心若果确诊数字持续上升 难保证会否重现露天等候求诊的情况 早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之下 明爱医院外面的露天帐篷 不见大批轮后的求诊者 不过仍然有小部分的市民在帐篷里面 现场职员就解释 他们因为发烧 等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入院 他没什么东西的 他跟我们说他就不停坐在那等 因为他八十多岁之后 没有事都变成有事 又冬天气又落雨 但是你这样坐在那也没办法 过去多日在露天轮后的求诊者 部分就转了入明爱医院的 老人科日间医院里面 感受是很难受的 很老实说 尤其是天气都凉了几天 大家都想象可能室内都冻了 或者都很不好受 很多长者在外面 我们都非常过厌去 医院环境其实一般来说 比如说空气流主流 也不是太差的 当然去到真的要摆病的时候 我们都会临时加了一些设施 比如说多一些 一些国类性病毒的 我们叫做filter 都会将那里 那个情况的感染控制会加强 当然到最后 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可能都会用一些员工 去有地方 他说更多的求诊者 是安置在福康物理治疗地方 但担心如果确诊数字持续上升 很难保证 会不会重现露天等求诊的情况 对于医管局说安劳院舍 不肯接手已经痊愈的长者 有院舍就说 当局未有提供阴性证明 又说部分长者仍然是确诊 不过是轻症 担心接回去会令到院舍有爆发 劳工及科力局局长罗志光 形容 现在是战时状态 会加快厘清问题 有一类的院友 他可能在之前已经入医院 但已经痊愈了 应该他要接回去 所以这个工作是他基本的责任 社会福利署的牌照部的同事 亦都会去督促 简单来说 如果他不能够有效负责接触这些老人家的话 他都可能会违反我们一些的指引 可能我们会警告这些院舍的 当然我明白 如果他涉及到今次新冠病毒病的情况 我们都要去帮他 如果不是的话 很多院舍是未必知道是怎样去 能够有效去处理 他承认院舍的防感染措施做得不够到位 会加快派防疫装备 说会为外傭缴交罚款 过去的星期日 单日确诊个案超过一千宗 但是中环遮打到仍然有大批的外傭聚集 虽然有戴口罩 但是仍然违反二人限聚令 政府说向外傭正是发出了17张告票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明 周末会严厉执法 向外傭法定额罚款五千元 照早在中环各个地方 警方和食环署都有派员巡邏 在现场的外傭不多 不少都有遵守二人限聚令 在中环一个较多外傭聚集的地方 都贴出了告示 并且用中英文社上警告 说不可以多过两个人的聚集 和需要戴上口罩 否则会被检控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留意到有人在网上发起众筹 说为外傭要加罚款 批评众筹是破坏防疫工作 罚五千元是挺痛的 但是我们会严厉执法 我不知道他是很心想帮人 因为想恶意去破坏我们整个防疫工作 因为你间接去鼓励一些外傭去聚集 不用怕他被罚的话 这个对我们整体的防疫工作 甚至是可以涉及到危害 一些他们照顾家人生命的情况 这个我们一定是不可以手远的 所以我们劳工署就会去 拿律政署有关的意见 我们是否可以采取这些法律的行动 阻止这些众筹的活动 拘束请雇主呼吁外傭 休息日留在家 又或者以身代价 减少他们外出感染的风险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